大家好 欢迎来到Jose's Toy Store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 这个是Jackie's Bad Box 原因是因为圣诞节开始来 圣诞新年开始来 所以大家都开始预计机票去旅行 所以趁早就开始跟大家介绍这个 方便大家 因为去旅行最重要是好玩和舒服 好玩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 但是舒服就未必了 所以这个就是在飞机上 给你的小朋友用的 身为一个父母 我儿子本身用这个产品 我觉得是十分好的 真的值得介绍 原因就是因为 它的座位可以变成一张床 就像你给一个经济价钱 但可以有一个头等的享受 这个就是其实放在那张椅子的脚位 它会变成一张床 所以就很快地示范给大家看 你会看到旁边有两个蓝色位 其实就按一按下去 然后戳起 这个就是一个盖 那里面有什么呢 首先它是有一张贴子 就是给你装饰的 装饰这个行李箱 然后里面还有这一块 就是你这张床 还有旁边的箭 它是有魔术贴的黏在那里的 但是这个稍后再介绍一下 那我们先收起来这个 这个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前 前面推动的 如果我们盖起来盖 又要按这两个位置 盖起来盖起来的时候 然后呢 对准有两个孔的 两个孔 那这边就是前面了 那就是可以给小朋友 在机场的时候 就骑在那里 那 让他们这个拿着的 这边就是前面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 如果需要带人 就是父母 需要帮他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样拖住它 那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勾 那这个都可以稳定的 那这个 那其实 overall来说 这个产品是做得挺好的 他们就是够硬正 你不会害怕 会烂 那这样 那有两个的 两个勾 那 那 本身这条带呢 其实是在行李里面的 那但是 因为已经用开了 那所以就 我也是挂着在这 那也可以给我们背 背在肩头上 那呢 那呢 最简单就是 开了去 然后呢 然后呢 倒转去 对准个洞 然后 就按旁边的两个按键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呢 之后了 你会见到 其实它就是有这块东西 给你去 去 开了 那如果把椅子在这里 我们就这样吞 这样吞 这样吞 然后呢 这一块针 就是铺上去 那视乎于脚头 是摆什么位置 那这个产品 其实是三至七 新生 直到七岁都可以的 所以呢 如果譬如说你小朋友很小的 如果这边是我们坐的位置 那么它的头 就可能在这一边 那么 因为前面呢 就会有人家的座位 帮你顶住了 所以呢 那就安全一点 就是好像这样 这样 这样就变成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坐的位置 那么它就摊直 那么头在这边 身就在这边了 脚在这边了 那么就有前后都可以顶住了 那或者譬如说 你都可以调转的 那么可能是个小朋友 头在这边 脚在这边 那么可能这个就是 适合于比较大小小的小朋友 那所以就要好看的 那但是这个产品呢 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真是很小的小朋友 就是我建议 譬如说是两岁或以下的 那么最好呢 最好就不要乘坐最前那一排的位置 虽然说脚位多一点 但是因为这样呢 他们的头就不可以在这边 因为没有东西去顶住 那么这个呢 也都不够位可以伸到那一面墙 那所以呢 如果这个小朋友 是真的比较小一点 可能譬如说半岁至两岁的时候 我建议其实乘坐位 就是中间那一堆的 就是不要坐最前 有Lake Room那些 就是前面都有人坐那些位 那就是很简单了 然后收回 这些其实都可以洗的 这些就没问题的 这个也是 那也是我们平时这样 卷回去 就很简单了 卷 那然后这里就绑绑它 然后我们可以开这个 那我们放进去 那当然了其实 这里你可以这样看到 还有很多位置可以给你放其他东西 那譬如说你可能 你的小朋友那些片 玩具 其他类给他用的东西 那你可以放在这个行李箱里 那这个行李箱呢 它就不可以是 起飞和降落的时候 开住的 因为航空公司不会给 因为怕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收不到的 那所以通常都是 没有了一个 因为我摄标的时候才可以开 其实都是说 头五个钟头无得用 那 你说是不是舒服呢 是很舒服的 原因就是因为 我去到 我搭飞机 那我搭上我的小朋友去的时候 我不需要再全程都这样抱着 因为其实真的很累 还有当你的小朋友 可能去到两三岁的时候 他的身比较长 那你就不可以好像 还是孩子的时候抱着他 就算是抱着他 手也会累 所以这个是绝对需要的 我觉得 但是要留意 有些航空公司是不给用的 其实暂时都是 据我所知 只有一间不给用的 其他都OK的 但是就算不给用那间 其实都是根据空姐的指示 那些空姐的指示 他们说不给便不给 但如果是一般来说 其实是全部都给的 我每次上去都没问题的 几间不同的航空公司 你会发现就是 很多人会看着你 你开的时候 因为他们觉得 全部都觉得很神奇的 这个产品 就算是空姐都会主动问我们 这个是什麽来的 未见过的 这个是 我觉得他们是优胜之处 这个产品是真的有 配套的 即是不可以抄它 这个 因为它都很好用的 然后你说 如果把椅子在 譬如说 我们这一边 我们坐的位置 那我们的脚就是在这里 它会不会移动的 是会的 因为当你正常来说 我们这样用的时候 然后呢 因为 前面的脚是可以 移动的 那 所以 其实我们这一条带 就可以拆出来了 那拆出来 怎么用呢 其实 它另外一边 都有一个欧的 即是说 这里有一个欧 然后 这一边 有两个欧 那 我们就要这样 那 如果一张椅子在这里 其实它们每一张椅子 脚位那里 都有两条铁在这里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固住去 锁住去 这样锁住 这样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 这个 这一个 就不会不停地滑了 是的 所以其实这个 都可以的 这个 不会担心 那么 它是可以 其实有几个不同高度 因为涉及于 不同行的公司 比如这个 可以高一点 这个 再低一点 这个再低一点 这样 有四五格可以给你 调校的 高度方面 是的 是的 这个产品 其实是 本身小弟 的 铺头 其中一个产品 有卖 所以如果是有兴趣香港的 那我可以送货给你们 如果详情的 就可以去我网页那里看 那我会放上去的 那 是的 希望大家 如果是预备 预计机票 或者 预计你的旅行 可以不妨 考虑一下 这个产品 那记住 就是如果小朋友 半岁 我想如果真是 新出生的时候 你都未必会 正式地 给一个座位 给他坐 如果真是那么有钱 应该都会坐 第一层 业业业业业业业 如果有一个普通市民 如果真的要给一个座位 其实都是好像 不记得多少% 那样 如果他有自己一个座位 那这个产品是绝对 就很好 那 我想到七岁 都没问题 但是 就 预计位 就一定坐第二排 如果这个小朋友 还是偏小 可能 譬如说 两岁半或以下 就真的要 坐第二排 如果这个小朋友 真的偏大一些 可能去到五岁或以上 那些 那就 坐前排 都没问题 OK 如果有些问题 记得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会去看 和回复大家 如果喜欢这段影片 或者觉得有用的 记得按个赞 记得按个钟 订阅我的频道 Jose Toy Store 谢谢你 下次见 拜拜